我考虑好了 那个组长我不能当 这次我也不参加 进场销售总监 那可是难得的机会啊 我还年轻 以后的机会还有很多 袁杰挺不容易的 而且以她的能力 还有对瑞宝的贡献 足够升任 销售总监这个位置 是什么 是不是袁慧忠 一把鼻涕一把脸 跟你说什么了 没有 这是我自己的决定 李思雨 你们私交不错 你来表态也是应该的 我知道了 回去吧 我不是来表态的 我是真这么想 那我自己能够不白说了吗 潘总 我知道 公司需要竞争 但是有些事 我真的做不了 你做不了 并不等于别人做不了 懂吗 不一定非要牺牲自己 才能成全别人 在我这儿没这个道理 潘总 我还是坚持 我知道了 你下去 喂 能不能帮我再预计一次好不好 最近我都有了 好 非常感谢 请进 好 谢谢 怎么样 我说了 我不当组长 也不参加竞争销售总监 那老潘怎么说 他把我赶出来了 那你不是跟没说一样吗 你不想担心 思雨 公司对于员工的委任 是一定会征求员工的 个人意见的 只要你咬死了不答应 就算是老潘 他也拿你没办法 那我晚点的去找他 行吗 进来 元姐 怎么了 我 说呀 那个 公司刚刚发了最新的通知 是关于 什么通知啊 经公司董事会 审批决定如下 将现在销售部 所有人员进行分组 将销售部优秀人员 袁慧中任命为一组组长 李思雨任二组组长 组长 组员双向选择 任命的组长 需自愿担任本组组长 那袁姐 我先出去了